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高 咱们今天来讲海盗 前两天我们讲大海岸时代的影片中有提到海盗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讲海盗 海盗历史非常悠久 大家可能不知道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有一个专门关于海盗的纪录 叫做最早的海盗纪录 这个纪录是在埃及出土的一块泥板上 记载的有个叫卢卡的海盗团伙 袭击了阿拉西亚这个地方 卢卡是哪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阿拉西亚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 就是在这个泥板上写着 有一会儿土耳其海盗袭击了塞浦路斯 那么这个泥板是公元前14世纪的东西 也就是3300多年前 是塞浦路斯国王写给埃及法老的一封信 当时的一封信是块泥板 一块砖头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法老呢 因为他要向法老表明 这会海盗不是来自我塞浦路斯的 其实在地中海域一片 经常会有海盗袭击 包括埃及的船只也会被袭击 埃及的港口也会被袭击 塞浦路斯国王特别强调 就是说如果这里边有塞浦路斯人 这也不代表我们国家 他也是我们打击的对象 他就怕埃及过来打他 那么在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 古埃及的一个壁画上 也有雕刻法老打击海盗的场景 是吗 左边这个就是法老的 右边就是海盗了 这个壁画上的法老的 就是著名的拉美西斯三世 这个就是人类关于海盗最早的记录 但是现在史学安普遍认为 人类的海盗活动远远比这个更早 就是几乎人类有了船 就应该有了海盗 直到今天也都有海盗的活动 那么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几个海盗 大家应该都听过 比如说维京海盗 加勒比海盗 巴巴黎海盗 还有索马里海盗 今天我们都会提到 那么首先我们先讲一下维京海盗 这个我们在以前世界末日预言的影片 还有北欧神话的影片都也提到过 就是说在现在挪威 丹麦 瑞典那个地方 生活着一群人叫维京人 其实就是北方人的意思 这会人生活那个地方 特别的寒冷 就不适于农耕 后来人口不断增长之后 它靠打鱼捕猎为生 就有点困难 所以就开始变成海盗了 他们变成海盗 还真不是抢劫船只 因为那个时候船只也没有那么多 他们主要是乘着船到海对面 去打劫 北欧那些国家 直接袭击村庄 袭击有人居住的地方 其实他们最开始打劫的目标 主要都是修道院 为什么呢 修道院很多都在海边 所以他们上来就可以打劫修道院 修道院有钱吗 感觉上没什么钱 其实修道院里边有很多宗教圣物 金银器就比较多 而且修道院一般都是在那修道的人 防备就会比较差一点 那如果经常被打劫 不会提高人家警备吗 提高警备也没有用 你也不能过一会儿人跟他看着你 顶多就是把你的东西藏好 为什么修道院都在海边 是因为修道院是修行的地方 所以就要远离居住区 离市中心远一些 清静一点的地方 但离生活区远了之后 一些生活必需品就没有了 就要自给自足 所以就必须离水源进去 离海 离海或者离河进去 不管你离海水进去 离河进的话 都会被他们打劫 他们打劫修道院 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他们不信上帝 他们信的是北欧神 比如说奥丁 雷神索尔那些 所以对于打劫上帝的东西 没什么罪恶感 倒不至于说感到很光荣 但是没什么罪恶感 没什么感觉 那么靠打劫发家之后 这维京人就不断地向南扩展 向南之后 就不再是打劫那么简单 就要侵占土地了 他们原来生活那个地方特别寒冷 他们也想到好一点的地方去生活 侵占了侵占了 就和当地人渐渐融合了 经过了300多年 就成为了当地人 我们以前在世界末日预言的影片里有提到 其实法国人贵族还有英国人贵族 都有维京人的血路 所以后来他们很喜欢打劫 对 游客的 维京人和当地人完全融合之后 维京人这个称呼就消失了 就不再有维京人了 大家都是一种人 都是贵族 维京海盗时期结束之后 就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了 最早就是西班牙葡萄牙 航行到世界各地 不断掠夺大量的香料还有金银财宝回来 而英国就不断打劫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 英国打劫还真不是靠海军 是靠发这个叫打劫证 学名叫撕掠许可证 有了这个证 你就可以武装了打劫敌国船只 什么叫敌国船只呢 就是和本国 就比如说和英国关系不好的国家的船只 你都可以打劫 通常在撕掠许可证上都会标注 你可以打劫哪些国家的船只 甚至会标注你可以重点打劫的国家 比如说一开始英国和法国关系就不好 所以就可以写着 你可以打劫法国葡萄牙西班牙都可以 重点打劫法国 是这样写的 那是打劫来的东西要跟国家分吗 对 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彼得利森写过一本书 叫看不见钩子 海盗经济学 这本书里就写着 这个刺激船是要向国家缴纳 两到三成的打劫上来的东西 不多 不多吗 还行吧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持证打劫呢 就说如果不持证的话 全是自己的不好吗 持证打劫的好处就是不违法 就说海盗行为本身是叫世界功底 任何国家抓到了海盗 不管这个人是哪国人 这个国家都可以把它处决掉 人人得而助之 但你要有了证 你如果被其他国家抓到了 比如说打劫别人没成功 被别人抓到了 你享受战俘的待遇 那别的国家也要遵守吗 你到我这来打劫了 对啊 你有证相当于你就是军舰 别的国家也承认 承认 其实他们为什么对海盗这么好 他们也希望海盗是自己人 你知道 这海盗是哪个国家的都有可能 比如说那个国家打击你 那你就可以成为他敌国的海盗 反过来攻击别人是吧 后边还有军舰给你护航 所以在战争年代 两个国家打海战的时候 都拼命的发这个打击证 就想把海上及海盗 尽可能揽到自己的手里 而且当时的欧洲国家 没有那么强大的海军 想要灭掉海盗几乎没有可能 也就是说海盗的实力 有可能跟国家的军事实力差不多 所以既然灭不掉海盗的话 他们就会纷纷发这种证 让你替我来抢劫 也可以骚扰敌国嘛 反过来对于国家来说 发这种刺略证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海盗行为 我给你发私立证的话 你就会打劫我国家的船只 反倒是如果你去剿灭它的话 它加入敌国灵旧案 海盗赚钱了 海盗相当赚钱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大航海时代 不停地从外边拿回来宝藏 所以海盗那个时候叫黄金时代 就是大航海时代 背后有一个海盗黄金时代 那么英国当时发的打劫证 主要是针对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 它打劫法国主要是因为 它和法国有领土争端 打劫西班牙和葡萄牙 就是因为上面有香料和金银财宝 但是话说回来 西班牙葡萄牙界金银财宝是从哪来的 也不是从亚洲这边打劫过来的吗 所以大航海时代 那些船我们说好听的都是航海家 说不好听全都是海盗 只是西班牙葡萄牙是标准的海盗 而法国和英国是打劫海盗的海盗 那么在大航海时代 有一个标志性的海盗时间 就是在1521年的时候 西班牙把南美大陆的阿兹特文明政府 就是现在墨西哥那个地方 有一个文明 把这个文明给灭了 一个文明被征服 自然就获得了大量的宝藏 你想那个文明它有国王 尤其阿兹特还有印加文明那种 它南美文明 特别信仰黄金 所以获得了大量的黄金 西班牙人就开始用船 把这些宝藏往回运 这个船队就被称作叫黄金船队 本来往回运宝藏这个事情 是秘密进行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变 法国得到了这个消息 于是法国国王立刻派出海盗船 去打劫这个黄金船队 来了之后就发现这个黄金船队了 西站了两个小时 最后是法国人营 把黄金船队两艘船给打劫了 是那个文明所有的宝藏 不是 只是一部分 但就看到这一点 这英国和法国就纷纷拍出海盗船 就在这条线上等着 西班牙你肯定要往回运 它到什么地方等着 就是现在巴哈马古巴 维京群岛开曼群岛那一带 也就是所谓的加勒比海盗 他们就是最早的加勒比海盗 所以加勒比海盗根本就不是加勒比海域周围那些人 就是英国人法国人 后来又来那些荷兰人 也有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是反打劫人 就是英国你抢我了 我得抢回来 所以你一边全是海盗 那么这些加勒比海盗当中 有一个最有名叫黑胡子 四个英国人 本名可能叫爱德华蒂奇 为什么叫可能呢 是因为当时的海盗都使用假名 为了防止给自己的家族蒙羞 他们也觉得不光 说不定家里有点什么背景 海盗是一个向往的职业 为了让人不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起了一个名字 这个黑胡子为什么有名 不仅是因为它打劫了很多的地方 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长相特别的夸张 据说它长得特别吓人 满脸的浓密的黑胡子 然后两侧有两根黑胡子翘起来 上面还冒烟 喷火 身上挂着六把手枪 那为什么冒烟 为什么冒烟 是它自己在胡子上捆绑着导火索 当然导火索不算连着什么炸弹了 就是一间导火索 而且据说是定制的 专门冒烟喷火的 能持续很长时间 就有点像咱们鞭炮的刺花一样 他打劫别人的船汁 就把这两个一点着 啵 冒火 然后就冲上去了 干什么 吓唬人 海盗打劫 也不能每次都真的去拼命 就是打个气势 对 先把自己的名声传出去 说我多神 说这个海盗多厉害 头上都冒烟着火的 然后别人一看真是这样 他就不抵抗了 你就直接就这样去办了 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模式 每次都拼命死了 可能会很难 所以海盗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 非常的重要 越吓人越好 一看他就失去战斗意志最好 然后往外传一些消息 谁不顺从了 就把你剥皮抽筋了 把你生吃了 人是顺从过来 就给你好一剥好肉了 就往外传这种消息 他为什么身上挂六把手枪呢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枪 都是单法的 只能打一方 为了安全 他打完一方马上换一枪 再打了对方 再换一枪 所以一般挂六个 当时海盗头子 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打扮 那为什么不再多挂一些 太多了也不好 六个已经相当重了 那么这个黑胡子 名称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最终是在1718年 不到40岁的时候 被英国海军抓到 并处决了 其实就是在战斗之中 就直接打死了 他死了之后 英国海军把他头割下来 挂在围杆上 以井效尤 然后把他的身体 就没有投入身体 扔到大海 据说他的身体到海里 绕着船游了三圈 这沉下去 就形容他有多厉害 那么加勒比海盗 兴盛了一段时期之后 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 就渐渐稳固下来了 就不怎么往回运了 就在那个地方发展了 这样够安全 对 所以加勒比海盗 渐渐的作用就消失了 而且欧洲这些国家 他们之间有时候 关系会缓和 缓和的话 就会把刺掠许可证收回来 就作废了 你持有证包使了 这样的话 这些原合法打劫的海盗 就变成非法的 他们又就变回海盗了 成为海军围剿的对象 成了英国和法国 围剿的对象之后 他们就开始向南 绕过好旺角 到印度洋去了 因为这有个航线 从印度往欧洲医院香料的航线 他们就在这打劫 这个地方英国和法国也不好管 加勒比海盗到了印度洋之后 主要就在马达加斯加附近的岛屿 驻扎 以这个为据点抢劫 因为所有的商船 基本上都被路过这个地方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 发生了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期海盗事件 发生在1721年 有一名法国海盗 叫莱瓦塞尔 人称秃鹰 还有个外号叫嘴巴 为什么它有这两个外号呢 说明这个人呢 人很话又多 话又多 嘴炮 特别厉害 就是一般人很话不多 他是人很话又多 他在1721年时候 为了躲避法国海军的北角 就从加勒比海这一带 南下绕过好望角 来到马达加斯加旁边的流泥望岛 结果在这个岛北面 叫圣丹尼港 发现那艘超大的船 停在港口里 这艘船其实是葡萄牙叫海角圣五号 800吨级的旗舰就是当时几乎最大的船 这艘船正打算从印度返回葡萄牙的途中遭遇风暴 为干折损 船体受损 于是被迫到圣丹尼港停留进行维修 发现这座大船之后 秃鹰的两个海盗船就立刻向对方发起了攻击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战 葡萄牙船只不敌海盗船被迫投降 结果这帮海盗上船之后发现 船上有个葡萄牙的伯爵 叫埃里塞拉伯爵 还有葡萄牙在印度的大主教 古阿大主教 这两个人其实就是当年 葡萄牙在印度最大的两个国 就是控制整个印度所有贸易行为港口的两个人 船上是他们在印度搜刮了十年的金条 银条 钻石 珍珠 丝绸 艺术品和宗教圣物 说这个船上的钻石堆得像沙堆一样像山银 而且里面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宗教圣物 叫古阿火焰十字架 就是一个纯金的十字架 上面相满的钻石红宝石和宗教圣物 说这个十字架特别的重 需要三个人才能勉强抬到船上 发现这些宝藏之后 秃鹰就给他全抢了 由于船上的宝藏太多 那些侯爵伯爵还有大主教都没搜身 以前都要搜身的 现在有什么宝物都带着 放了 来不及 现在把船上拿走就可以了 都放了 对都放了 不为难你也不为难自己 是吧 而且我跟你讲 看到他的脸了 没关系你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而且那个时候一般 就是如果是船员了 海盗会拉拢你 给你钱 让你成为他的船 因为他们一般抢劫 喜欢抢劫船 船通常比船上的货物值钱 拿到船 所以有水手 有船员 在那架势之后船 所以原先那个船员 他们都会拉拢他们 而原先的船员在船上 挣不了几个钱 据说当时一般商船的船员 一年在船上只能挣30英镑 相当于现在大概1万美金左右 150万日元一年 你当海盗一年能挣着100倍 就是一年就是挣100万美金 1亿日元以上 所以很多人愿意当海盗 而且你最后如果被人抓了 你也说当时海盗逼我去租海盗的 没有办法 你要赚了钱来那就无敌能上 年备 有点有个感觉 那么船上的所有的户物 目前保守估计船上的总价值 是35亿英镑 这是在不考虑 古董的生殖价值的前提之下 就是面上的价值大概是这些 折合42亿美元 6300亿日元 1360亿新台币 200亿令吉 徒鹰抢走这些宝藏之后 把一小部分分给了船员 据说每个船员分到了5万英镑 正常船员30英镑一年 它是分了5万英镑 而且他每人还得到了一小撮的钻石 一小撮 一小撮多少不知道 反正他有一个山那么多的钻石 剩下的宝藏就被他一个人拿走 全都藏起来 藏哪他没人知道 他藏好这些宝藏之后 自己也隐姓埋名了 后来就听说法国赦免海盗 因为法国想围剿海盗 他就围剿不掉 就说如果你愿意投降 把你的脏物都上脚的话 我就赦免你 你的船员也都解散了就完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兔鹰马上就联系法国 赦免我吧 我不愿意当海盗了 我都解散了 法国知道他打劫了葡萄牙这个船 就说你把这些货物都上脚了 我就赦免你 他不同意 然后自己就消失了 结果8年之后 1729年 他被当地人给抓着 就是马达加斯加人给抓着 上交给法国了 法国人下来了 就审他 说你这货都在哪 他誓死不说 最后把他给处决了 他施以绞刑 公开绞刑 大家都在向北关 在临行刑之前 他突然扯下自己的项链 甩出去了 愣到了人群之中 说去找我的宝藏 这传屁死吗 就是从这来的 如果你能破解我的密码 它这个项链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字条 上面写的17行的密码 真的有密码 就这个 那么这个密码 后来怎么被大众知道呢 是在1934年的时候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国家图书馆管理员 海军学院院长 法国殖民历史学会副会长 夏尔隆心爱 写了一本书 叫《神秘的海盗》 隐藏宝藏故事 这本书里 就把这个密码原文贴上去了 说他研究了一辈子 也没研究密码 怎么办 后来公开之后 有密码学家尝试破解 说这个密码呢 是根据共计会的加密方式加密的 所以解密出来一部分 那解密出来的文字啊 好像是在讲述一个复杂的流程 就是说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朝什么方向走多少米 挖开一个什么地方 然后把一个东西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关键的部分都破解不出来 只有一些动作 所以直到今天 也不知道这些宝藏在什么地方 怎么把它弄出来 当然有很多人 根本就不管这个密码了 因为它一直在 马达加斯加那附近活动 所以很多人就常年 就在这个地方找 都没找到 对了 为什么葡萄牙这个大船会被它打击了 它没有护航的船吗 上面这么多宝藏 10年的宝藏 要运回国 是吧 都属于叫国库资产 怎么就被打击了呢 其实这艘船 正常海盗团都打击不了 因为这艘船上有72门火炮 正常船上你有三五门炮都了不起 72门 没人能打过它 所以它就自己航行 保护自己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刚才说了 它在海上遇到风暴 围杆损坏了 这个船体倾斜 它到了港口 它怕船上这些货物沉到海里边 把火炮都卸下来 哦 它想让这个船轻一点 上面东西太多 它不能卸宝藏 它只能卸火炮 火炮一卸来 被这个海盗发现了 所以就是海盗运气好 不然正常情况 两艘肯定是打击不了 你们有个三五十艘 根本干不过这个船 那当年打击海盗的力度 是不是很大呀 相当大 所以它才会去自首 对 正常情况下 它也没什么机会了 就是国家发展出来的船 渐渐越来越厉害了 它拿那些钱 就会不再当海盗了呀 可以啊 但是你被人发现了 就会被抓起来 它可能一次换钱的时候 就被人发现了 它有名呢 其实在加勒比海盗 几乎同一时期 还有一块海盗 非常兴盛 叫巴巴里海盗 这块海盗 不是在大西洋上的 而是在地中海 为什么叫巴巴里 巴巴里是野蛮人的意思 咱们打了皇室战争 和部落冲突里边 那个野蛮人叫巴巴里亚 就是野蛮人 其实他们就是 大家在历史书上 可能会看到 叫北非海盗 这伙人从哪来呢 是从奥斯曼帝国来 欧洲那边不是奥斯曼帝国 和欧洲各个国家打仗吗 欧洲那边人 他们有自己的海盗 奥斯曼帝国也产生海盗 他们打劫什么 他们打劫欧洲人 相当于奥斯曼帝国海军的一部分 他们打劫真的主要都是宗教目的 因为欧洲都信奉基督教 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所以他们专门打劫基督教的人 就是说他们不仅抢钱也抢人 把人抓回来直接卖了 变成奴隶 所以白人在历史上 有一段时间是奴隶 就是北非海盗盛行的时候 抓了很多白人 卖到非洲去当奴隶 卖白人奴隶和卖黑人奴隶不一样 黑人主要看你身体健不健壮 健不健康 白人主要看牙齿 当然黑人有时也看牙齿 但白人就看牙齿 牙齿好说明你身体健康 几个人看上去不怎么样 牙齿好我也会要 因为说明你钱生活好 家里可能有背景 你告诉我你家是哪的 让他们交赎金我就给你还回 所以他们经常就打劫了白人 可以交赎金 交赎金也可以 因为你干活挣不出多少钱 卖你可能也卖不出几个钱的话 就要赎金更好一点 那么后来随着欧洲各国 军事实力不断变强 奥斯曼帝国不断变弱 北非政局又动荡 巴巴黎海盗渐渐就被消灭了 它主要是被英国和法国消灭 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一直在说海盗 打劫各种宝藏宝物 其实大部分海盗打劫到的东西都不是宝藏 它不能打到什么东西 不上船是不知道的 所以大部分海盗打到的都是些粮食 日用品这些东西 都没有船值钱 所以很多海盗打着打着船越来越多 钱没有越来越多 人也可能越来越多 还有前两天你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说古代人怎么那么喜欢喝酒 对不对我看到古代一片人 他一天都没在那喝酒 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 这个海盗就特别喜欢喝酒 你看到那个电影里面的海盗 每天都是好像醉了不行那个样子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要长时间在海上生活的话 就需要带上足够的淡水 但是淡水有一个问题 一般放不过一个礼拜 它就搜了长绿毛 就咱们现在的自来水都这么进化过 你放一个地方放一周的话 它也会长毛的 所以在船上水放不了多久 只有酒可以一直放 而且越放越好喝 那么酒为什么可以放这么长时间 是因为里面有酒精杀菌 再一个就是有些酒里边 他们给他放一些柠檬 放什么 去补充维生素C 船员长时间不摄取维生素C 就不吃水果的话 不得会血病 为了不得病 他们也经常喝酒 所以大部分船员 其实都是有非常严重的 酒精依存症 还有就是大家在电影里 会看到海盗一旦上岸了 除了喝酒之外 就是找女人 要不就是赌博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找女人 和赌博呢 是因为船上不允许带女人 也不允许赌博 因为这两个东西 会引起男性的争端 海盗是绝对不允许在船上有争端的 就是说两个海盗之间 如果有矛盾 你们想决斗 在船上是不可以的 到了岸边 你们到岸上决斗 而海盗怎么决斗呢 就是用剑的话 就两个人背靠背 一转过来 看谁先把谁炸死 火枪也是一样 背靠背斩 三二一 一转过来 看谁先把谁打死 都是这样的决斗 不斗已经转过来了 那就没有办法 所以船上的生活是相当的无聊的 那没有女海盗 几乎没有 如果你把女人带上船的话 你和那个女人都要流放到一个岛上 或者是你在船上犯了什么错误 也会被流放 反正你只要在船上不引起争端就可以 干什么都可以 海盗是相当自由的 我以为强酒强吃的 海盗的生活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惨 海盗特别讲究公平 就连海盗头子都是投票选举 正常的商船不可 商船的话是谁投资就是投资方来决定谁是船长 船长有无上的权利 就船员不听话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但海盗不一样 海盗是民选的 民选的话 海盗头子就会对海盗特别的好一点 他不好的话 下次他就被选下去了 多长时间选一次 什么时候都可以选 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船长 或者这个海盗头子不行 你会提起 要重新选举我们的头 然后呢 就你和那个海盗上去演讲 就跟现在的选举是一模一样的 谁演讲赢了 谁就是新的海盗头 在这个演讲里你就要说 我要为大家谋怎样的福利 对大家怎样好 不然的话就选不上 而大部分海盗船都规定了 就是所有的船员 在饮食和金钱上都是公平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旦掠到了后 所有普通船员分到了 大都是一样 但是要求什么 你在打仗的时候不能往后推 你往后推就给你扔到岛上 扔到无人岛上之后 通常给你把枪就是用来了断 那么由于海盗是个非常公平的时间 这挣了很多 所以大部分去当海盗的人都是自愿的 你不作严去当海盗会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在家 你很有可能被国家抓去当海军 也要面临生命危险而挣了很少 所以很多年轻人在那个时候 尤其是国家动荡的时候都愿去当海盗 还有一个就是海盗为什么总是一个眼一个胳膊 这种缺胳膊少腿的形象 就是在海上一旦受了伤 这伤口如果不愈合就会立刻砍掉 以防止它蔓延 甚至可能传染其他人 他们特别怕海上有瘟疫发生 全船就都灭了 那么现在由于沿海国家一般都有比较强大的海群 再加上联合国的干预 所以海盗已经变得很少了 只有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海域 或者是正具动荡的国家沿海 才会有大规模的海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位于非洲的东北角 也叫非洲之角 这个国家在1991年发生政变 进入无政府状态 它旁边的海域就进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 很多其他国家的捕鱼船 就到这个地方来打鱼 当地渔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 就开始入捕状况 最终就演变成了索马里海盗 就是他们一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 后来发现保护自己资源 还得自己去打鱼 不如去抢他们 而且这个国家一直在无政府状态 很多人失业 有些年轻人就自愿加入海盗 索马里的地理位置又特别的好 它位于阿波罗海和红海连接的地方 是亚洲和欧洲海上贸易的重要航道 所以索马里海盗主要就是大街 过这个航道的船 现在联合国是出船去镇压这个索马里海盗 所以稍微少了一些 还有现在海盗比较多的地方 就是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这个地方 其实马六甲海峡这一代 自古就是海盗比较多的地方 特别是新加坡这边在19世纪的时候 甚至就是海盗的据点 圣头上 是吗 海盗老巢 现在不是 19世纪的时候 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后来由于马来西亚政府 新加坡政府和印尼政府的大理管控 海盗已经少了很多了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的 其实也不是偶尔 像今年二月份 就说能有八九起海盗时间发生 也还是很多的 我丢上海运的劲 是被打劫了 有可能 那么历史上最有名的加勒比海盗 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加勒比海这一片也成为了旅游胜地 但是近些年 由于委内瑞拉政治经济动荡 不少渔民就变成了海盗 开始打劫周围的游览船 抢劫一些游客的东西 所以大家去那附近玩的时候 特别去一些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附近玩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 这海上的一些海盗活动仍然还是存在的 我一共就游轮了我两次海盗 那么巧 其实现在海盗已经少了很多了 因为现在的海盗 跟国家的海军实力没法比 这海盗一下子被打怕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英国出了蒸汽机之后 就有了蒸汽轮船 蒸汽战舰 以前在香港那个地方 有很多海盗船 海盗船上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国家的人 哪个国家的人 好几个国家凑在一起 多国籍都是有的 从香港出来英国的贸易船 就被这些海盗打劫 有一次来了36个海盗船 去打劫英国的商船 结果英国派了两个蒸汽轮船战舰 两个船把36个海盗船全部灭 从那一刻开始 海盗就没有市场了 没法打了 那海盗为什么不使用蒸汽轮船 它这都是抢来的船 它也抢不到蒸汽轮船 都是些木船 怎么可能打过人家 这里有一夜偏舟的 怎么可能打过人家 呢 Ki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